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都跟兄弟们亮个下 看看我最近到底收到了哪一些的玩具 第一个 咱们来拆一下这个小包裹 看到乐乐玩具精品店就知道了 它是一个微酱的产品 其实呢 应该是很小的一个东西 结果拿在手上居然非常的重 来 拆开看一下到底是啥 诶 居然是这么一个包装盒 我还真的没有想到非常重啊 很像那种数码产品的 全部都是黑色的 然后这边写着维米魔戒 这个不是微酱啊 因为这个是那个黑苹果 它自己原创的一个变武中的小模 或者叫小灵通嘛 你看小钢帽之蓝铁 那我们来拆开看一下 这个包装盒居然很高大上啊 看起来不像是那种普通的小玩具啊 你看打开来 你看全部都是黑的 很像那种数码科技产品 难怪它为什么这么重呢 兄弟们看一下 居然底下还给配了一个 你看 还给配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底座啊 然后呢 这边有一份说明书 然后呢 就是我们小模的本体 超级的可爱 但是好浓的油漆味啊 这个应该是刚刚喷涂完成的 就是那种 所以说你要稍微散一下 这小孩子千万不要去玩 但是你看 这个涂装方面 真的这种做旧效果啊 金属漆的效果 还有它整体这种还原度 这么小的玩具 大概就六七公分的玩具啊 哇塞 这款玩具我觉得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小爆款啊 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小小的枪 或者说是它的这个轮胎啊 这边我简单的搭配了一下它所附带的这样的一个地台放在一起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这个呢 肯定也是会详细的做一期视频 这是今天第一个介绍分享的玩具 第二个个兄弟们介绍一个大家伙 来自第三方厂家匠型所出的那款红龙啊 终于收到它的评测剑了 也是一款非常备受关注的产品啊 不废话 赶紧拆开来 哇 包装盒方面呢 还真的有点让我小小的吃惊啊 第一个它的尺寸很大 第二个很重 那么这边呢 就是红龙的人型 跟它的这个兽型形态 然后呢 这边则是更加清楚一些的玩具的食物图的展示 然后它这个盒子啊 是那种亚光的效果 所以说并不是很亮 但是呢 又暗暗的又有一点点亮 反正就是闷骚型啊 闷骚型非常厚 那么很期待 赶紧打开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产品说明书 还有底下一个人物卡 还有一个大大的这个二维码 感兴趣的 可以去扫一下 好像是售后的 然后呢 这边打开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层会是啥东西啊 哇 哇 因为这款玩具兄弟们之前跟你们微信公众号也写过几次啊 分享过几次 它的一个亮点就是 全部都是这种电镀涂装 拿出来看一下 好的 兄弟们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它拿出来了 来吧 哇 这个呢 第一个尺寸非常大 到头顶这个地方30公分 加上这个都389公分了 重量1560克 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重量控 巨大控 然后呢 这个翅膀我都还没有摊到特别大的 只是这个样子 稍微打一个扇形这个样子啊 就已经很夸张 很嚣张啊 然后漆面方面也都是那种非常强的那种金属漆啊 反正就是感觉过去 质感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 个人第一感觉就很喜欢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些配件 比如说 它有附带这样的四张替换脸啊 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正常的表情啊 微笑啊 呲牙啊 包括这种说话的表情 这还不错 然后呢 还附带了这个样子的两个应该是什么 冰与火的特效件啊 然后包括这一次你看 它的这个人物卡啊 也是这种啊 小的手镜 这个是什么样的 反正就是不同的 你看它就会有不同的 一个是人形 一个是这个兽形啊 包括说明书这一次好像做的也还算挺不错 你看 这边都会写着我们用了怎样的工艺 但把玩的时候呢 还是容易出现什么刮花啊 吊漆啊 有什么问题 售后的话呢 请发送到这里这里这里 所以说这个厂家降型 我不知道是谁的马甲 或者说是不是新的厂家 反正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厂家 给我的感觉还算是不错的 包括你看这说明书 也都有这种彩印的 哎 非常期待 后面呢 肯定会跟兄弟们 好好的做一个视频 第三个包裹呢 也是一个大家伙 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魔方给我发的 但是他们近期有什么新品吗 啊 难道又是什么擎天柱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哈哈 拆开来看一下 哦 果然又是擎天柱 两个小的一个大的 哎 这次他们又出了什么配色啊 啊 又是一个新的配色吗 我看一下 果然是新的配色 这边写着MS01S 我查了一下资料 这个应该是那个擎天柱 86大电影牺牲掉的时候 变成灰色 灰黑色的那个配色 就是擎天柱死掉了 啊 这个也出了一个配色 那么两个小的呢 两个小的 左边这个也是这个灰色 就是擎天柱牺牲掉的这样一个配色 然后呢 这个就是天灾配色了 就是暗黑的配色 那么前几天呢 魔方又给我寄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紫色镜像版本呢 你说说看 我是有多少个擎天柱的 都是同样的模具 哈哈哈哈 所以说这些呢 再单独的做视频 肯定兄弟们不想看了 到时候我想全部都展示出来 给你们亮个像就行了 其他的我就不单独展示了 最后一个兄弟们拆的一个包裹呢 更大了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我买的 而是一位微博上面叫做 宁夏养猪大户的兄弟 借给我录制视频的 看看到底是什么 哇 这个兄弟记得两个啊 都是好东西 其中一个呢 就是来自HT 所出的12寸星球大战里面的达斯摩尔 你看这个造型非常帅啊 但是 我看到这个脸 我就想到爱情公寓里面 张伟也cosplay过这个 所以说我已经没有办法直视它了 那这么牛的东西 我们开它的时候呢 就需要有一些仪式感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这边是不是有个什么 名牌一样的 金属名牌啊 再来打开 这个才是它的人偶的主体方面 还有这个大斗篷啊 哇塞 这个东西 然后呢 包括这个底下 应该也有大地台什么的吧 你看 各种各样的武器配件 还有手型 还有加上底下的地台支架等等的 哇塞 这个东西 但是由于并不是我的 所以说我还是要小心翼翼的 慢慢的去拿它 那顺便把这个主体啊 简单拿出来先看一下 过过目 爽一爽对吧 这就穿着一个黑色的袍子 然后呢 是这种 哇 呲牙的脸 张伟 张伟你好 很帅气 好了 那这个东西呢 肯定也会跟兄弟们 简单的做一个视频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那另外一盒呢 也是一个12寸的人偶 这个好像叫做血缘 是一个游戏吧 这个游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偶 但是其实我并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 只是那位兄弟给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帅 而且呢 他居然用的是 斗森的脸 我们这个来拆开看一下啊 打开之后内容物就是这个样子 先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主体啊 这个脸像不像是斗森 因为他这个还有包着 对吧 还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像斗森 就很奇怪 这个斗森跟这个游戏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是很多女性很喜欢啊 斗森所以说 他的人气很高 然后就用了这样一个脸吗 那么至于服装方面还是很酷镜的 对吧 这样的很复杂的啊 这边都是皮的这种效果的 那么他的武器啊 也很牛啊 你看这边 因为我没玩过这个游戏啊 所以说我不知道他还原性怎么样 你看这样的枪 包括这边的 这个是什么 大砍刀还啥的 这边还有一把小枪 对不对 地台 嗯 很帅气 那这些呢 到时候也会跟兄弟们简单的 做一个视频 好的 那么今天的拆包啊 其实都已经结束了 但是 还没有玩 因为有一些 之前拆过包的玩具 还没跟你们亮过相 对不对 顺便亮相一下 那么在之前呢 我入手了这款官方SS第44款的这个 飞翼 然后呢 这个环形车厢 这个武器库的擎天柱 这款玩具 我一看到这个塑料色啊 其实我都有点懒得拆了 但是它毕竟是擎天柱 而且我是电影控 肯定是要购买的 所以说这个 虽然这有点坑啊 而且价格方面300块钱 但是我也已经入手了 后期呢 也会跟兄弟们做一个视频的 说完了SS第44款 还有这款SS第47款的高塔 实际上是个名字吧 反正大力神里面的这个 电影系大力神里面的 很多角色的名字 我都已经有点忘记掉了 这款呢 我也是懒得拆了 就是单体形态 除了那款拖斗 想拆一下 把玩一下 其他的都等到最后 大力神合体之后再说吧 第三方的产品方面 我收到了这款 NA加的小比例的威振天 这个威振天 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官图 我之前跟兄弟们 微信公众号上面也分享过了 真的做得很漂亮 这个已经你不说的话 还以为是MP系别啊 结果你看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但是好像也有附带一些争议吧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拆过包 近期呢 也会尽快跟兄弟们 做一个视频的 说完了小比例的威振天 再来一款 大比例的威振天 就是这款 哈哈 MT所出的 MP比例的威振天 这款产品应该出了有两年的时间吧 当初是跟DX9的威振天 一起PK官方的MP36 也有很多米友 非常喜欢这款产品 我当初也是很流口水 但是比较了一下价格 它780 然后DX9500多 所以说最后我选择了DX9 结果没想到最近 这款产品居然降价了 只要500多块钱了 所以说我觉得500多 你还是值得让我去买的 那么来看一下 你看表情方面 好多张啊 人形方面比较的 壮硕 魁梧跟DX9也是不一样 跟官方也是不一样 所以说作为老威 我觉得500多块钱 买到这个还是很值得的 另外MT家的产品 我除了刚才的那款 威振天之外 还入手了这两款 一款是MT CD-01P 就是那个01的 它的这个金属配色版本 来看一下 这款也是备受好评了 但是当初的价格比较的高 然后还出了一个KO的版本 我反正是没有入KO的版本 一直想着这个东西 能不能降价一下 毕竟我还是想要 支持一下MT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款天货 这两个东西最后 能够合体成为这个样子 那么我为什么会买它们呢 因为本来光关个天货 我记得就780还是800多块钱 结果现在也是降价了 不知道为什么MT是要清仓大甩卖吗 还是怎么样了 这两个加在一起 我记得是998还是988 反正是你看 就比当初这个700多 就贵了可能一两百块钱 加上这两个 998块钱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毕竟MT的产品 而且美金度这么高 还能够合体 价格方面 我觉得降到这个地步 不买真的是不行了 最后还有两款产品 都是同一个厂家的 但是它们并不是变形金刚 而是来自 玩具野狼所出的 这个乌大将的黄金马桶版本 这个已经不是那个史田信长了 而是粪尘秀吉粪式粪便的粪 这个玩具发售到日本 肯定是会被大骂特骂的 然后厂家这一次寄了两盒过来 所以说到时候做视频的时候 肯定是会拿出来一盒进行抽奖的 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这个了 这个就是非常爆笑的动画片 吃鸡小队 在B站上面有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动画片 然后他们联合推出的吃鸡小队 这样的里面的一个成员 对吧 三个成员 落地成盒系列可以变成盒子 这个厂家也是寄过来两盒 到时候同样的也是会做出抽奖的 兄弟们 我的魔玩咨询互动平台正式开通 扫描二维码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刘哥魔玩 就能够找到我 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与我互动交流的 就赶紧来骚扰我吧 你留言我回复 包你满意 不说了 我要去回复信息了 好的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一次拆包出来的所有的东西 应该能够拍个十来期视频吧 而且还有一个玩具还没到呢 就是围城系列的那一款大力金刚 应该是过两天就会到了 你看这么多的玩具 相信兄弟们总有一款 你喜欢的吧 OK 那么这期视频就在那边结束了 兄弟们下一期视频不出意外的话 还没选好拍哪个 兄弟们你们可以投票一下 告诉我一下 你们更想看哪一个呢 弹幕或者是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兄弟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